今天我们来教大家做牛肉酱 我们的牛肉酱是采用纯天然的做法 不添加任何添加剂 做出来的牛肉酱香味浓郁 颜色美观 美味可口 适用范围非常广泛 可以拌面 虾米饭 烧豆腐 烧菜等等 下面我们来介绍牛肉酱所需要的原材料 小米辣椒碎 小米辣椒我们把它切碎 30克 蒜蓉35克 香锅烧干 倒入油 完整视频教程联系 微信703655419 703655419 烧到130度就可以了 到130度的时候我们下入牛肉 把牛肉的水汽炒干 好 牛烧热了 我们倒入牛肉 开中小火 把牛肉的水汽炒干 炒的时候要不停的翻动 水汽炒干之后 我们下入 蒜米 姜末 把蒜和姜的香味炒出来 炒干之后 炒干之后还是要不停的翻动 让它均匀生热 蒜和姜的香味炒出来之后 我们下入辣椒碎 小米辣椒碎 黄辣酱 kommun桃辣椒碎 escrito 把辣椒的辣味炒出来 然后下入防豆拉酱 炒匀 然后我们倒入纯净水或者白开水 再次烧开之后 我们倒入青椒末 芹菜末 把它拌匀 把青椒和芹菜的香味炒进来 然后倒入蚝油 海鲜酱 料酒 酱油 把它们炒匀 炒匀之后 我们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香味荣誉的牛肉酱就做好了 我们来看看 非常的美观漂亮 这就是牛肉酱 有关 明白 对 还很尽? 总是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 在冲 cert 然后就这样 我们支持 我们来说